这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公车回家 但今天加班加的太晚 等我到车站的时候已经半夜了 由于我家很偏僻,不可能走路回家 所以只好等等看有没有末班车 仿佛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正当我觉得应该没有车的时候 突然看见远处有一辆公车正朝我的站台驶来 我运气真是太好了 投币上车之后,我想坐到我平常坐的靠窗位置 但真的很奇怪,明明应该人很少的末班车 此刻却坐满了乘客 车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在玩手机 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虽然有点诡异,但好不容易赶上车的我也没有太在意 静止走向最后一排唯一的空位坐了下来 空位旁边的乘客是个女人 我一坐下,女人就压低声音对我说 你不应该坐这班车的 我觉得很奇怪 那个女人继续说道 这班车不是给活人坐的 她指了指车厢前方 你一上车,他们就会盯上你 准备抓你去当替死鬼 替死鬼? 我回想起来刚刚上车的场景 确实,这些乘客一点生气都没有 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 可是,现在我要怎么下车呢 我吓得颤抖起来 那个女人再次开口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逃出去 女人迅速打开身边的车窗 拉着还在颤抖的路 从车窗跳了下去 成功落地之后 车子并没有停止行驶 在我还没有站稳的时候 就听见车子里传来喊叫声 请来,让我跑了 车子里还传来了用手猛烈拍打车窗的声音 我和女人为了安全起见 又向远处跑了一段时间 直到我们跑到一个荒凉的山坡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那个女人连声道谢 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 而正在我身前的那个女人 脸上露出了奇怪的微笑 现在就没人跟我抢了